2001年我刚那上新闻记者的时候 最早的自学教材 是法拉奇在1980年 对邓小平的访问 这个访问的核心是谈毛泽东和文革 也谈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 周恩来 刘少奇 江青和华国锋的关系 说实话 当时我看的时候 只是在学采访的技巧 因为对我来说 毛和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我和我的国家正在飞速向前 但是23年之后 我意识到 如果年轻一代 都是不假思索 巴黎是抛在身后 那当有一天 他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甚至无法分辨出他的脸 那今天呢 我就比对这份采访的中英文版本 我们一起来回顾历史 认识现实 在我看来 1980年 邓小平正面临着某种尴尬 这是1979年 中美建交之后 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 面对着一群美国儿童 歌颂伟大领袖模组形成 此时的邓小平 正是全球风云人物 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担言人 他声称改革是二次革命 这带来了毫无保留的欢呼 但是革命意味着 对过去某种事物的颠覆 可是邓小平却避而不谈过去 在访美期间座谈的时候 谈到文革 他总是回避毛泽东 谈到的只是林彪四人帮 代表的极左路线 所以当卡特总统应对手 《我爱北京天安门》 来款待他的时候 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 却变成了中国的象征 到底应该怎么去评价 毛泽东和文革 这是邓小平在1980年 不可回避的尖锐的问题 也是法拉奇向北京出发的动机 他从60年代开始采访世界领袖 被成为那个年代最著名 最令人畏惧的采访者 之前曾经两次向中国外交部 提出采访邓小平都被拒绝了 当时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 前期称回忆 其兴歌博士接受过他的采访 对他的印象颇为不佳 对这样一位记者要求采访邓小平同志 我们是很犹豫的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曾经说 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是他人生中最灾难性的一个决定 而法拉奇谈到基辛格的时候 也不掩饰自己的亲密 法拉奇能采访邓小平 是找到他父亲的朋友 当时的意大利总统 佩尔蒂尼亲自说情 登办批准了 所以外交部不知道 这个采访会怎么进行 因为法拉奇要谈什么 从来不给提纲 他总是要测试 采访对象的临场反应 然后不留情面的评判 甚至羞辱 外交部可能预判 这个采访会不欢而散 曹曹了解 给翻译石燕华打了招呼 法拉奇对这个把握一下 是有心理准备的 他在前一年采访伊朗的宗教领袖 霍梅尼的时候 在提问中说 你是一个独裁者 波斯语的翻译 就把握了一下 法拉奇听到霍梅尼回答的含糊其次 就明白了 他猜霍梅尼懂一点法文 就看着他的眼睛用法语说 你是一个暴君 暴君 这一次采访邓小平之前 他要求直接简翻译 他对石燕华说 这个采访的全程要录音 一结束 就要在世界十大报纸全文刊登 不可以断章取义 所以在8月21日 人民大会堂 他一坐下 就打开了录音机 大厅里有不少人 他对邓小平说 这是我的访问 我访问的是你 他们为什么在这里 这既是采访者在宣誓地盘 也是他对邓小平 个性的试探和观察 新闻界拍了这几分钟的 会见镜头之后 邓小平就请他们出去了 采访开始 实际上 邓小平等的就是这个话题 前期深回忆说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 最重要的原因 是他确实有话要说 核心就是怎样评价毛泽东 因为1980年8月 法拉奇到北京的时候 这里正在拆除 大量的毛泽东像 清除语录 在拆掉人民大会堂前 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的时候 引来了大量人的围观和骚动 因为三年前 在文革中 任何损害毛像的行为 都是反革命罪 何况在天安门广场 中国的政治神经末梢 最敏感的地方 人们在等待解释 邓小平 到了必须要打破沉默的时候 他向法拉奇解释 清理毛泽东像的原因 是过去挂得太多 不严肃也不尊重 但天安门前那张画像 会永远保留 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 关于这次采访 唯一公开的一段录音 但是从文本看 邓小平后面的一句话 被引去了 他说 但对毛主席的错误 也要说清楚 而这句话 是他和法拉奇 四个小时采访的重点 邓小平自己手停下来 从茶几上拿起包烟来抽 法拉奇说 我能来一根吗 他们两个人都终生烟不离手 法拉奇一手拿烟 伸开了另一只手掌 然后他说 中国人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 但这是历史事实吗 很多中国人在达到四人帮的时候 会伸出五个手指 邓小平这段回答很长 大意是区分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 认为毛泽东为意识形态和正确的象征 要受到尊敬 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部分 比如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 由集体创造 毛泽东在晚年 违背了自己树立的正确的原则 陷入个人崇拜和家长制 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对这个晚年的说法持有疑问 他说 你说晚年毛泽东身体不好 但是刘少奇入狱 以及死在监狱中那段时间 毛主席身体并不坏 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吧 大跃进的那不是错误 邓小平说 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 大跃进是不正确的 这个责任不仅仅是 毛主席一个人的 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 完全违背客观规律 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 强烈愿望违背客观规律 肯定要受损失 这是1958年10月 邓小平在天津视察风产粮田 他站在一片高粮田上 这块地号称母产两万斤 这是大跃进期间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的典型浮夸宣传 按这种虚假方式制定的 征收粮食的额度 严重超出实际产量 成为导致大灾荒 和大规模死亡的主要原因 在大跃进期间 毛泽东把邓小平 称为自己的副帅 这就是邓小平为什么说 不能把责任只归咎于 毛泽东一个人 如果那样的话 反思不可能彻底 纠错也会带有极大的随意性 因为接下来 他就提到了 毛泽东几次自我纠错的过程 他说 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 是毛主席的 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他首先很快意识到了 这些错误提出改正 但由于其他因素 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 从62年以来 毛主席对这些问题 进行了自我批评 但毕竟 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 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在1959年卢山会议上 当彭德怀批评 大跃进政策后 毛泽东与他发生了严重冲突 导致纠左变成了反右 也使此后三年 继续越近的现实后果 越来越严重 到1962年初 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 刘少奇 这位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 当着全国七千名干部的面 批评大跃进时 毛泽东带头做了自我批评 重申民主集中制 会后 他退居二线 由刘少奇和邓小平 主持一场事务 但是这种党内民主 没有持续多久 当年9月 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四年之后 文革爆发 毛泽东发表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 针对刘少奇 邓小平随之倒下 法拉奇问邓小平 文革到底是为什么 邓小平说 毛主席想要避免 自治阶级复辟 但是对中国的实际情况 做了错误估计 导致了抓所谓的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击了一批 国家领导干部 包括刘少奇同志 他说 毛主席在去世前 已经意识到文革有两个错误 一个是打倒一切 另一个是全面内战 1976年3月3日 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 一打倒一切 二全面内战 打倒一切 其中一部分打对了 比如说 刘少奇 林彪集团 一部分打错了 如许多老同志 这些人也有错误 批一下也可以 无战争经验 已经十多年了 全面战争 抢了枪 大多数是发的 打一下 也是一个断链 外界当时已经知道 文革期间存在武斗 但是武斗 究竟有多残酷 范围究竟有多普遍 在一个长期信息封闭的国家 这些是进去 全面内战 这样一个说法 由毛泽东提出 由邓小平转述 他给法拉奇带来了意外 他说 那么真的是一场内战 邓小平说 是的 是内战 人民分成了 互相残杀的两派 那场内战中 死了很多人 法拉奇问多少人 邓小平说 不可能给出精确数字 因为死亡原因很多 中国有那么大 但是跟你讲 死的人太多了 今天我们可以说 别的不说 光是这么多人死亡 就证明文化大革命 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关于文革期间 伤亡的数字 我没有查到官方的统计 目前 被引用较多的数据是 超过170万人 非正常死亡 武斗死亡 超过20万人 700万人伤产 其中之一 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 北京大学校文革 绑架囚禁了他 他被迫坠楼 高位劫探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 已经承认 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是文革的错误 但他仍然坚持 评价文革基本正确 就是要防止 后世犯案 他最戒备的人 就是邓小平 事实也证明 他的判断没有错 邓小平在接受 法拉奇采访的时候 就是要明确地表明 哪怕仅仅以文革期间的 死亡人数的惨烈来论 也必须 从根本上否定文革 他当然知道 彻底否定文革 立刻就会带来人们 对于他对毛泽东 评价的疑问 所以紧接着强调 文革中 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 被林彪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利用 来篡夺政权的罪行 这两者要划清界限 这次 法拉奇打断了他 说 四人帮的头目是毛的妻子 毛主席本人选择了林彪 就像西方的国王 选择继承人那样 这也是错误吗 邓小平说 一个领导人 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是沿用了一种 封建主义的做法 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 也包括这个在内 林彪在庐山会议 和七千人大会上 都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也是他个人崇拜的 有力鼓吹者 中共九大上 他的接班人身份 被写入党章 但是 1971年9月13日 毛林之间超过40年的合作 彻底断裂 这位法定的副统帅 叛逃 并且死在中国的国庆县之外 林彪死后 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 得到了第二次付出的机会 但1976年 他又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邓小平这次被撤销职务的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毛泽东希望他能够起草 肯定文革的文件 但他拒绝了 这是他著名的政治生涯当中 三上三下的最后一下 但是他对法拉奇 谈到这次经历的时候 颇为含混 他只是说到 这是毛泽东在生命的 最后几个月当中做出的 此后他又说 我一直相信毛泽东 我知道他了解我 也许邓小平是真情流露 也许 他是不想卷入私人恩怨的 某一种政治考量 但是在法拉奇看来 这不代表人性的全部真相 他对邓指言 你一面谴责毛泽东 一面捍卫他 他就冲着这个来的 就是因为你们改革开放 必须要否定以前一些东西 是吧 要否定文化革命什么 那么文化革命是 毛主席发动的 所以他呢 对毛主席一直也是有看法的 所以他又看了很多 关于邓的这个经历的书 他心里很明白 所以他一直要讨 就是要问邓小平 你到底对毛主席怎么看 什叶华说 法拉奇有备而来 是因为他目睹了这位记者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 带了很多关于邓小平的书到北京 八月酷热 民族饭店只有风扇 法拉奇关着门窗 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只吃饼干 矿学者喝碗 都没有意识到 让服务员再送一瓶上来 他闭门不出 看资料 当邓小平说 我一直相信他 知道他很了解我的时候 法拉奇对家说 我读的资料中都说 毛主席不喜欢你 他一直在抱怨你 他耳朵聋 开会的时候 却总是离我很远 对我是近鬼神而远之 他都不问我在想什么 总是特立独行 是这些引用的细节 引出了邓小平 在这个采访当中 对毛主席最个人化的一段表达 他说 是这样 是这样的 他说过我 还不止 他向每一个人抱怨 每一件事 总是说没人听他的 或者是没人跟他商量 或者是没人通知他 不过我却是给他抱怨的理由 我不喜欢他的行为 他像个大家长一样 他行事有家长作风 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哪怕是正确的意见 他有封建作风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些 就不能理解 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封建主义这个词 在邓小平这采访当中 出现过多次 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首脑 把封建主义 作为导致文革错误的 最根本原因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 逻辑上的极大反差 法拉奇说他不懂 但是很快 在谈到周恩来的时候 他们会再次谈到这一点 周恩来一直是 法拉奇最想采访的人 早在罗马还没有 中国大使馆的时候 他就联系人采访周 找到了西哈努克 和布托帮忙 他对一位中国学者说 周恩来死的时候 他苦得比任何人都伤心 因为错失了 自己的历史责任 他说比较起采访毛泽东 他更想采访周恩来 原因是什么 他没说 但是从他向邓的提问来看 大概可以感觉到 他是被周恩来身上那种 人性和政治的 严酷冲突吸引 他们邓小平 你怎么解释 唯一没有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受到牵连的是周恩来 那为什么他这样的好人 不去阻止眼前发生的坏事呢 比如说 逮捕刘少奇 邓小平谈到周恩来的时候 内容是中国人熟知的方式 比如说 周恩来任劳任怨的一生 他文革当中说了很多违心的话 做了很多违心的事 但人民原谅他 不然的话他保不住自己 也没有办法保住别人 但是有一个细节 是仅在英文版当中收录的 他说 当刘少奇被开除出党 并且被关押的时候 是周恩来宣读的 列举他罪状的报告 法拉奇对这个细节很意外 他说 是周恩来读的吗 邓小平说 是的 周恩来 当然报告是其他人写的 但是是周恩来读的 他没有其他选择 他必须得读 周恩来是毛泽东委任的 刘少奇专案组的牵头人 但因为定案进展迟缓 这个案子的审查 交由江青接管 结论在1968年9月份 报给正娘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吗 周恩来在这份报告上 签名批注 声称 向江青董事学习 保持革命晚节 他代表中央宣读这份报告 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撤销一切职务 一年之后 刘少奇在河南去世 被弃置在残酷的国道里 1970年10月 周恩来在私人谈话中 对他的老乡时 美国记者斯诺说 我身边没有人 以前的老同志 一个也没有剩下 那个晚上谈到 每次巨大的政治斗争 带来的苦难时 周恩来提到了刘少奇同志 这个词让斯诺惊住了 那是1970年 他想 同志 刘两年前就已经开除出党了 日后 斯诺才回忆起这句话的含义 他说 周恩来的晚上疲惫不堪 犹豫悲伤 也许犹豫内疚 为什么周恩来要伪心承命 斯诺已经认识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超过30年 他的理解是 周从来没有做过清朝的官 但他祖父做过 他认为自己有封建背景 而毛是一个生于 农民家庭的天才知识分子 有直觉和来自人民的经验知识 周习惯性地听从 这意味着 革命者 以推翻封建专制为名 却最终被他努力 在邓小兵谈到周恩来的细节的时候 法拉奇有相似的触动 他说 这太奇特了 让人失望 但是很奇特 则再次显示 革命不能改变人 革命之后 还是那句谚语 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 stay the same 这句话 是十九世纪一位 法国作家的名言 带着讽刺和感伤 大意是 表面巨变之下 事物往往一成不变 或者 万变不离其踪 邓小平对他的感慨的回应是 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的 封建社会历史 我们过去的制度 带着封建主义的几乎所有烙印 个人民心 家长作风 领导中心制 现在我们努力真正改革制度 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我告诉你 没有其他办法 能够避免刘少奇的事件 刘邓在文革当中被同称为 资产阶级司令部当中的黑司令 邓小平对法拉奇承认 他曾经非常恐惧被杀害 害怕像刘少奇一样 死于囚禁当中 就在这个采访前三个月 他刚刚主持了刘少奇的平反仪式 仅此一案 就牵连了两万八千人 在文革中 冤假错案牵涉到三百多万干部 错划了五十四万名右派 而邓小平 就是当年反右的主持者 在他自己的痛苦和恐惧的岁月当中 他不可能不思考 他自己曾经想真诚付出生命 狂热参与的 大跃进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验 为什么最终的结果 露出了古老的地质的河 关于封建主义的谈话 给了法拉奇深刻的印象 在后集中他写 中国从封建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飞跃 几乎是以自毁的方式进行的 此后 他们在采访中谈到改革开放时 就是这同一逻辑的延伸 邓小平说 无论如何 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好 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 需要借助资本主义 来摆脱落后和贫穷 不要摇问脚趾 不要摇问脚趾 法拉奇当然想要知道 邓明确的政治立场 所以他随之追问 你说过 不管黑猫白猫 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你会把同样的实用主义和宽容 用于政治吗 你指的是什么民主 建立在自由选举 和多党制之上的民主吗 邓小平的回答 我们非常强调 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 又不失去无产阶级专政 此后 他强调了四个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党的领导 最后他强调了 无产阶级专政 没有动 也不会动 当邓小平谈到 马列主义的时候 引起了这张采访中 最激烈的一次脚步 法拉奇问 这就是为什么 天安门广场上 毛主席像的正对面 还挂着马恩列斯像的原因吗 邓小平说 文革之前那些画像 只是重大场合在挂出来 那是惯例 我们准备回到以前的老习惯 法拉奇问 不管是不是重大场合 你们有必要挂斯大林像吗 邓小平说 我们认为斯大林 对革命的贡献 比他犯的错误要多 法拉奇问 那赫鲁晓夫呢 邓小平说 赫鲁晓夫干过什么好事 法拉奇说 他谴责了斯大林 邓小平说 你认为这是好事 话到此刻 这已经不只是采访 而是辩论 双方个性和价值观当中 最强硬的和都露了出来 法拉奇写道 他们四目相对 他看着邓小平 聪明而严厉的眼睛 这种相互的审视 几乎是一种意志力的考验 法拉奇回答他 不是好事 是大好事 上帝啊 斯大林杀的人 比文化大革命还要多 他日后回忆说 这个问题 让邓小平斜眼看着他 说那可不一定 采访记录显示 邓小平说 不管怎么样 不能把这两件事 拿来做比较 法拉奇说 那总之比起 赫鲁晓夫 你更喜欢斯大林 邓小平说了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我们中国人 绝不会像赫鲁晓夫 对斯大林那样 对待毛主席 他指的是 1956年苏公二十大 举行秘密会议的时候 赫鲁晓夫做了 关于个人崇拜 及其后果的报告 指控斯大林为暴君 说他在一系列 大清洗运动中 造成大量死亡 和数百万人被流放 此后 斯大林的遗体 被迁出列宁幕 当邓小平说到 他绝不会像赫鲁晓夫 那样行事的时候 法拉奇的记录当中 有一个惊叹号 可以想见 邓小平当时的情绪 但是 法拉奇最擅长的 就是当他的采访对象 情绪最紧张的时候 他把戏剧性推向极致 所以他问 那邓先生 如果我告诉你西方人 把你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你会怎么想 我一想这么尖锐 但是因为考虑到 前面这个气氛 都还是可以的 我就想 好像邓小平道 不怕人家说什么 所以呢 我就直接翻过去了 他就这样 哈哈一笑 说一声 西方人说我什么都行 但是赫鲁晓夫 我是知道的 我已经认识他十多年了 说我是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愚蠢 赫鲁晓夫做 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 邓小平就在莫斯科 这份报告的速记稿 就是他带回北京的 1960年 他曾经面对面 对赫鲁晓夫说 否定个人崇拜是对的 但全面否定斯大林 尤其用秘密报告的方式 是恶毒的 并带来严重后果 这个后果之一 就是引起了毛泽东的 震怒和猜忌 当卢山会议上 彭德怀反对大跃禁时 毛认为 他佩服赫鲁晓夫 日后无寒的海瑞罢官 被认为 在替彭德怀翻案 成为文革发动的信号 而刘少奇被打倒时 就被称为 党内的赫鲁晓夫 这个时候 原定两小时的采访 已经到了尾声 法拉西的多次采访 都是对方咆哮着 说够了够了 把他赶走的 当然有的时候 是他把别人给赶走了 比如说采访霍梅尼的时候 他由于礼仪 穿上罩袍 在提问中说 我不得不穿着他来采访您 但您却强迫 伊朗妇女 穿这种衣服 做所有的事 我顺便问一下 你怎么能够 穿着他游泳呢 霍梅尼说 这不关你的事 如果你不喜欢 伊斯兰服饰 你可不用穿 那是年轻女性 和受人尊敬的女士穿的 法拉西说 太好了 既然这样 我就要立刻摆脱 这块愚蠢的中世纪破布 他当场把罩袍脱掉 扔在地下 霍梅尼一跃而起 就离开了房间 法拉西不肯走 在原地坐了几个小时 逼着霍梅尼的儿子 对着古兰金发誓 给他第二次采访的机会 才罢休 中国外交部 没有同意 法拉西采访两次的要求 不过 这次邓小平主动提了出来 同意采访的时候 外交部通常就一次 而且时间不是很长的 结果一坐下来谈 邓小平谈得兴致很浓 到后来一看 已经过了十二点了 小平同志他有习惯 中午十二点吃饭 晚上六点吃饭 基本上是雷打不动的 已经超过十二点了 他说 不行了 肚子要闹革命了 我们吃饭 他说 看来你这个问题还没问完 我们再找个时间吧 这下是法拉西喜出望外 看来这 这里是 Deng Xiaoping 我喜欢他 你喜欢他 我喜欢他 我喜欢Deng Xiaoping 我喜欢Deng Xiaoping 他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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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我跟他有八分钟 因为 后面的第一次见 他说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 我可以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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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踩到他 我给他一个吻 然后一秒后 我把所有身体保护 都放在我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想要杀他 然后他回到他们 他说 留下他们 她说 在美国的方式 法拉奇的情感和表 他有强烈的戏剧性 他谈到厌恶的 采访对象的时候 总是说他们傲慢 愚蠢和冷淡 但是 他对施燕华说 邓小平的性格 很像他自己的父亲 一位木匠出身的 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者 直率 严厉 有时候严酷 但并不回避 他尖刻甚至无理的问题 在第一次采访中 法拉奇曾经 对邓小平说 你作为一个 新中国的领导人 正在努力摆脱 一个危险的局面 重新评价 甚至可能抹掉 毛泽东神话 但又不摧毁这个神话 抛弃一切 但又想抛的尽量少一点 最终你会面临 在接受过去 和否定过去之间 选择的困境 你要么稍疏 要么改写历史 邓小平在采访结束后 对身边人说 这个记者有点意思 问问题有深度 法拉奇指向了 正是邓小平的困境 在这个采访进行之时 毛泽东的妻子 还没有经历审判 毛泽东本人指定的接班人 华国锋还在任上 到底该怎么在未来的中国 处理毛时代的政治和体制遗产 这是他们第二次采访 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就在法拉奇的两次采访期间 他见证了中国历史 一个重大的转变时刻 8月23日 第二次到人民大会堂的时候 法拉奇坐车 经过天安门广场 发现斯大林像 和其他三副像 都不见了 他一走进会见厅 老远 就对邓小平说 你是为了我 把斯大林的像取下来的吧 邓小平说 当然不是 只是恢复惯例 必要的时候 我会再挂回来的 法拉奇说 我本来要向全欧洲宣布 是我促成 把这个斯大林给弄出天安门广场了 邓小平说 我知道我知道 但我不会让你得意的 实际上 撤掉这些画像是为一周之后 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 大第三次会议做准备 那一次会场上的 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像 也被取下 换成了国会 作为毛在重病的床头指定的接班人 华国锋曾经在政治风格和个人外表上 都模仿前任 把他们的画像并列悬挂 代表画风行的两个凡事原则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政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予地遵循 所以 这个画像取下 有强烈的政治含义 法拉奇当然要谈华国锋 不过 他先从毛的妻子问起 江青在毛主席去世一个月之后被抓捕 到法拉奇采访的时候 外界有传言说他已经被处决 所以法拉奇先确认 江青是否还活着 邓笑了 说他在监狱里吃的还不少 法拉奇说 我能不能采访江青 邓不斥可否 回头看了看在场的官员 那些人吓坏了 连连摆手 邓对法拉奇说 你看 他们不同意 不过 这个采访结束一个月后 邓笑平决定 在年底 审理江青 并将庭审的实况 向全世界公开 通过 丑化我 丑化毛泽东主席 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 法拉奇问得很直说 问邓小平 为什么没有人敢反对江青 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是毛的妻子 不是吗 邓小平也没有否认 说是的 原因之一 对 法拉奇问 毛泽东是不是被他蒙蔽了 他是不是像慈禧一样 他这么问 是因为江青公开谈论过自己的女皇梦 1966年 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 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 第一副组长 他曾经公开说 有人写信跟林彪说 我是武则天 有人又说是吕厚 我也不胜荣幸之志 吕厚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实际上政权掌握在他手里 这样的说法 让外界对他和毛泽东的关系 有很多猜测 所以邓小平需要说清楚 他说 毛主席有很多错误 也包括江青这个错误 江青本人 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 但他们俩已经分居多年 是的 分居 法拉奇的反应是吃惊 他感受到这种震荡 在访问发表之后 实际上辐射了整个中国 但邓小平并不是想拿这件事情 来完全切割两人 他说 虽然他们分居了 毛主席干预不力 哪怕一次都没有阻止过江青 利用他的名字 很尊重 执行 毛泽东补习的 政策的 方针的 最高人民法庭 但是不执行了 我就是 和上打的伞 无法无天 我没有 我跟邓小平有斗争 这是事实 刚才说的话 你们都记下来 在采访中 邓小平对法拉奇提到其他人的时候 基本上情绪都是很平静的 即使说到他自己恐惧被杀的时候 他也只是说 政治只是一个悄悄板 没有必要为这愤怒 只有提到江青的时候 他情绪激动 他说这个女人坏透了 如果打分的话 千分之千是零分以下 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 在文革中跳楼瘫痪之后 68岁的邓小平每天 给残疾的儿子翻身洗澡 他对妻子说 我连累了孩子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逝世之后 被他确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 和中共元老达成一致 调动中央警卫部队 逮捕了江青和同盟者 如果江青熟悉历史的话 他应该知道 公元前180年 在吕厚病逝之后 女皇政权也是 以相似的方式覆灭的 法拉奇很好奇说 这是谁下的令 你负多大责任 邓小平说 这是一个集体决定 他谈到几个因素 1976年的四五事件 20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 表达对周恩兰的怀念 表达对高层的不满 毛主席选定了华国锋 让江青一伙没能接班 但他们非常强势 想推翻华国锋领导的新政府 邓小平的采访中主动提到了 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华国锋 对于法拉奇来说 这件事情很微妙 而且是一个冲突 因为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 邓小平被认定是背后主使 两天之后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而当时政治局主持会议的人 就是华国锋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又掌声了 刘少奇领导 法拉奇要问的就是这个视频 为什么在毛的葬礼上 华国锋要把你邓小平 称为复辟者和篡权者 邓小平笑了 我们采访的时候有一个经验 就是当你触碰到一个 没有人触及过的敏感问题的时候 就像触到一个暗仰 如果准确的话 采访对象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效益 但是回答这样的问题 对政治人物来说 也可能会惹来很大的麻烦 法拉奇采访基辛格的时候就问 说你怎么解释你几乎比总统更出名 更受欢迎 基辛格就是经不起这种自吹自擂的诱惑 把自己形容成了一个单枪匹马行动的西部牛仔 引起了尼克松的极大不满 邓小平很小心 他出现了这次采访中罕见的停顿 在考虑措辞 说还是不说 怎么说 然后他说 这个我可以 我甚至可以说那次谈话 考虑不周 这么说吧 他是一个误导性的讲话 华国锋同志讲这些话 是为了维护稳定 你要记着 华国锋是一个月之后决定 逮捕四人帮的领导之一 当时粉碎四人帮之后做一些事情是为了相对的稳定 法拉西追问这个稳定的意思 邓小平就举了毛泽东纪念堂的例子 他认为这明确违背毛的本人意愿 因为在六十年代斯大林遗体被牵出列宁宫之后 毛泽东已经通过文件签字 确认去世之后不留骨灰不见陵墓 建纪念堂的决定是华国锋提议的 是在拘捕毛的妻子两天之后由他本人提字的 邓小平解释 这是为了避免政治动荡 法拉西很警觉说 你是说金简堂很快要拆吗 邓说 见他不妥当 但拆没有必要 如果我们拆他 某些人会不满意 也会产生很多谣言 对于中国人来说 很多他们能够听懂的弦外之音 也许对于西方记者来说会是一个挑战 但是法拉西是一个把采访当成手术的人 对他来说 逼近真相的过程 就是精确的玻璃 包裹在真相之外的其他东西的过程 这意味着 他的问题必须尖锐如刀 他说 我问这个敏感的问题 是因为很多人认为 你跟华国锋之间有分歧 有没有呢 邓小平说 现在已经恢复集体领导了 我们都是一起讨论 所以关于权力斗争的揣测 是没有依据的 之后他补充了一句 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我对权力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很快就要辞去副总理的职务 到1985年 我计划只保留顾问职务 法拉西说 这像在挤对毛 因为他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 邓小平笑了 他说我有的同事看法跟毛一样 实际上他们不希望我退 所以我们才打成了某种妥协 到我81岁的时候再说 说是怎么说 我还是觉得我应该之前就退 哪怕为了建立一个先例 在英文版当中 邓小平在这里 有一句很个人话的表述 他说 我受够了那些 一直到死都在掌权的老人 我很讨厌终身制领导人 没有规定说老人才能掌权 领导要当一辈子 但这种倾向 仍然支配着我们的体制 这是我们的弱点之一 它阻碍了年轻人晋升 国家无法更新领导层 法拉奇马上问 所以新领导层的更替 也涉及华国锋吗 邓小平说 党主席这个职务不是众生制 华国锋不会一直挡挡路系 新的体制下 这是不允许的 这个采访结束一周之后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在这个会议上 邓小平 叶剑英 李先念 陈云等辞去了 副总理职位 赵紫阳取代了华国锋 出任国务院总理 当年年底 华国锋辞去了 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同年11月 江青的庭审 向全世界公开 江青在审判结束之后 喊的是革命无罪 这是文革的宣言 文化大革命 就是按照不断革命 乃至永久革命的逻辑 发展出来的 在江青的自我辩护当中 他说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中国是经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 人们是经过训练的 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 人民将来是不会放国的 法拉奇遇见 或者说警觉到了 这种可能的冲突 他问邓小平 您确定以后的事情 会顺利吗 我听说所谓的 盲牌仍然存在 我是说那些支持 中央大革命的人 邓小平说 人民厌倦了 大规模的运动 这样的运动最后 总是要伤害到不少人 而且伤害得还不少 运动不断 几乎不可能 集中精力搞建设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只要我们 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 人民就会支持我们 不会再发生 文革那样的现象 法拉奇的采访结束之后 邓小平要求把这个采访的全文向中央警卫局的干部和战士宣读 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对舆论的测试 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 这个采访成为一年之后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基础 法拉奇曾经说 记者这个职业 不仅仅是要叙述事件 他们创造事件 至少在邓小平的这个采访中 他实现了自己的定义 但是这个采访也有他的遗憾 在采访中 邓小平曾经指着法拉奇的笔对他说 请你一定要记下来 清楚地向人民解释 这不只是毛泽东的错误 也是我们的错误 也是我的错误的时候 也许是出于对邓的好感 法拉奇并没有对邓小平的错误 进行更多的探讯 对邓小平提到的政治和经济 这两种原则的结构性矛盾 也缺少预见和追问 不过记者这个职业 就是随着现实的更新 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认识 法拉奇曾经在1993年来到中国 那是89事件 和92难寻之后 不过这一次 很可惜 他没有跟邓小平 再有坐下来面对面交谈的机会 而邓小平提到法拉奇 是在1986年 他接受美国电视节目 60分钟采访时 他说 他曾经承诺过法拉奇 在1985年退休 这时候已经过去了一年 他希望能够尽早退休 但听到的全是反对的声音 反对者是谁 为什么 怎么办 很可惜 华莱士没有质问 不过 邓小平在这次采访中表达 干部终身制应该废除 改革开放 不会倒退 因为 因为 there will be no turning back if the current policy is altere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people will definitely come down so long as the people think the existing policy is correct whoever wants to change it will be brought down 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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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的法